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5月30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昨天晚上的美国股市 如果只看这个稻穷指数的话 会觉得哎呀好糟好惨 又跌了221点下去 而且还跌破了波段新低 破了半年线 可是这里面如果再看 这地方其他的指数 尤其昨天的费半指数 你会看到这是代表半导体股 昨天是逆势翻红上来 涨了5点大概0.4% 里面包括台湾的台积电 ADR也是昨天翻红作收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倒是没有受到国际盘太大的影响 早盘开个平盘小涨5点 急速拉高涨了70点之后 现在这个高档震荡 那尾盘因为今天摩台 有这个拉高结算的因素 所以指数收盘是收在高点 上涨了81点收在10382的位置 当然大盘的部分 前两天就已经跟大家提醒过 短线上有机会做一个反弹 今天反弹涨了81点 是不是代表这个行情 哇就可以这样一路的往上了呢 接下来要怎么去观察 怎么去做规划 好谈大盘指数之前 县荣老师还是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给会员朋友 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给会员朋友操作的 第一通指令 每天第一步先来观察盘式 决定今天该做短多还短空 那今天提到美股周三道琼 虽然跌破半年线 但是半导体股都是逆势收红的 那台股今天开平小涨5点 随后就是拉高 一度涨了73点 那今天手盘是一个多方量的一个结构 66亿 预估量却只有1000亿 那其实表现跟现货相当 台币早盘扁破了31.6 再创新高 原则上今天开平拉高 开盘多方量 大盘没有什么这个要下杀的一个疑虑 只是呢 因为今天预估量仍然只有1000亿左右 甚至最后不到就900多 所以今天攻击力道还是有点不足 所以我说今天的盘式应该是怎样 应该是开平拉高 然后呈现震荡的一个格局 但是也提醒大家注意尾盘摩台结算的一个影响 所以今天指数是不是这样 开平拉高 然后做一个震荡 对不对 最后稍微又有点拉高结算 这个部分大盘都符合现荣老师 技术分析的规划跟预测 那因为今天指数一开盘就已经急速拉高上去了 再追其实没有什么肉可以赚 反而要小心因为今天大盘的量仍然这个地方不足 预估量就1000亿最后不到就有900多亿 那这种开高看起来在指数在拉 但是攻击力道不足的情况 其实有经验的人会知道反而要小心 小心什么不是担心大盘 而是有一些个股如果找盘大单 这个地方看起来在急拉出大量 反而如果一旦后继无力 有大户趁机拉高出货的话 要小心为什么 因为到了下半场 常常就会有所谓多杀多的卖亚出现 那今天的盘式就适合找这种个股 来采取一个这地方 趁着拉高后继无力的时候 我们做个短空先卖 这个等到掉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买回 那今天我们锁定的标的是谁呢 今天只有一档个股 6462的神盾这档股票 那为什么做神盾呢 最近消息面利多频传 说又再度的这地方 这个夺得了Samsung 这个新机的订单有机会 那另外最近华为被封锁了 大家都说Samsung渴望渔翁得利 那神盾当然它是属于 这个Samsung的一个供应链 所以这个报纸也都说 它因此可以大进步 接下来业绩会大幅度成长 你说那这么好 为什么这地方今天要短空 要先卖它呢 重点再提醒大家 重点都不在于消息面 是利多还是利空 因为利多常常是用来骗你的 钞票的 利空反而是用来骗你的股票的 那重点我们都是要去观察 背后大户到底利用利多 是不是有在出货 还是这地方 这个大户有利用利空才做进货 这才是我们观察重点 所以今天利多最近利多平传的神盾 像今天早盘开个平 急速的拉高上去 看似搭单巧劲 吸引散户在做追高 来看一下 这是今天的一个神盾 如果把后面遮起来 你光看早盘 第一个小时走势 哇不错也开平拉高上去 看起来买盘很强啊 对不对 很多人就容易被吸引到 跳进去追 跳进去买 但是我说如果你学过 现隆老师的技术分析 你会知道这个要小心 有大户在秤利多的时候 拉高出货的迹象了 加上短线动能指标 也翻黑出现了转弱的讯号 这边反是这个出现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今天神盾反而应该采取什么 当从先卖后买的策略 就我说的短空 早盘先卖尾盘买 那这是今天给会员朋友的指令 10点28分的时候 建议会员朋友 快打当冲标的 6462神盾 短线技术面转弱 转弱记得就是要先卖 那我们是定价 214到215之间 现股先做卖出 停损定在218元 那短线目标放在204元 所以现隆老师每一通指令 你都可以看到 只要是当冲的标的 很清楚的告诉你要做什么股票 那这个价格定在哪里 对不对 要买要卖都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今天我们定在214到215 来看一下有没有成交 这是10点28分的时候 发出的指令通知 就是在11点多的时候 你看股价最高来到多少 216 换句话说 我们定价214到215 通通都能够成交得到 对不对 那平均就是这个会在 落在214.5的价位 那到了下半场 股价这地方 没有办法继续攻上去之后 接近12点左右 就出现我所说的 多杀多的卖压开始出现 股价一注的一个急杀下去 翻黑最低跌到多少 209元 那现隆老师观察 这个大概已经跌不太下去了 同时今天因为有摩台结算的干扰 所以我们就不去读尾盘 提前在这个市价210.5的时候 通知大家把它买回来 这样子今天早盘跟着现隆老师 214.5元平均先做一趟卖出 尾盘掉下来 210.5元附近把它买回来 这样4块钱的价差就放进口袋了 那这个地方跌下来 一样能够赚钱 你说这样可以赚多少 假设用100万操作做个5张 一张4000块左右 等于今天就是等于多少 4000乘以5 2万块 20张小朋友左右 今天又可以放进口袋里了 早上有跟着现隆老师 掌握到赚钱机会的 是不是下午又可以去观光街 又可以去喝个下午茶 晚上又可以吃个大餐 甚至下个礼拜要过一个 端午节三天的假期 也可以安排一个温馨的小旅行 对不对 让自己过更好 自己跟家人都能够过更好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做股票赚钱的目的 今天恭喜会员朋友 我们再度掌握到赚钱的机会了 当然我要重点强调不是说 你看我们赚了多少 而是你要去注意 现隆老师做股票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所谓的SOP 我一直再三跟大家强调 为什么方法很重要 很多人都觉得股票的投资 其实赚钱还是赔钱 最后都是看运气吗 真的是看运气吗 好或许是 为什么 因为其实所谓的运气 就是我们数学上所谓的几率 那几率其实来自于哪里 其实就是来自于方法 也就是当你做股票 你一直用错的方法在做 你会发现你赔钱的几率 会是比较大的 所以到最后你就觉得 自己可能没有财运 其实关键是什么 就是你用错的方法 可是当你能够去找到正确的方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赚钱的几率 不敢说百战百胜 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赚钱的几率就变高了 变大了 对不对 你就会发现 当你能够用正确的方法 一档一档赚下去的时候 财运就会越来越好 就像我所说的 找到正确的方法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把简单变重复 把重复做得更好 到最后你自然就能够成为股市当中 真正的操盘高手 成为赢家了 对不对 所以我要请你注意的是 现荣老师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SOP 那我们的快打当中作战 再强调绝对不是 这地方随便追高杀低 去用赌的 像今天盘市早盘是急啦 可是为什么今天说要做短空 这都是仔细观察过盘市的结构 来做决定 今天该做短多还做短空 再从一千多档个股里头 找到符合条件个股 今天大盘涨七十几点 为什么这地方就只有一档神盾 哇股价开高这个12点多 突然就下沙翻黑 其实这些就是我所说的 技术分析的功用 对不对 然后在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最后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这样子每天按照SOP下来 只要方法正确 就像我昨天讲的 不愁没有赚钱的机会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这样赚 其实不止 之前郁金光不也是一样 利多频传 我说有大户拉高出货 短线这个动能指标 转弱熏号出来 先卖后买 对不对 那一天也是一样 拉高上去 三七七卖 尾盘掉下来 最低三六五 我们三六九八买回来 也是八块钱的价差 一样一百万做个三张 那一天也是两万多 二十四张小朋友 看起来 然后呢 像这个之前我们做美食 一样有利多建包的时候 发现大户有拉高出货迹象 对不对 动能指标转弱熏号出来 也是先卖后买 对不对 那一天一百零四元先卖 尾盘一百元目标 达正买回来 四块钱价差 一百万做个十张 也是四万块 四十张小朋友赚起来 上个礼拜环球金 一样开高 空方量出现 有大户持续在出货迹象 动能指标转弱熏号出来 就先卖后买 对不对 那一天 这个三百零八先卖 尾盘掉下去 三零二点五通知大家买回 五块半的价差 一百万做四张 又是两万多 弹起来 好 那国具上个礼拜 有没有 这地方一度开低 一度反弹 但是有大户还在持续出货 动能指标也持续转弱 所以先卖后买 对不对 那一天246到246.5先卖 尾盘243把他买回来 那不仅仅是两块半到三块钱加差 这个那一天少赚一点 也有一万多入贷啊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子 今天又用同样的方法 神盾大户拉高出货 动能指标转弱熏号出来 我们就先卖 卖完多杀多卖压出现 又是四块钱加差 做个五张又是两万块 又赚起来了 这就是我说的 其实你看 限农老师是靠运气吗 或许是 但我说其实运气就是来自于几率 几率其实来自于方法 如果能够找到正确方法 你就可以像限农老师一样 赚钱的几率越来越高 财运越来越好 所以我才会提醒大家 重点你要看懂限农老师的方法 当然你如果想知道 那限农老师到底是怎么判断 当天的盘市 该做短多先买 还是该做短空先卖 如果要先买还是要先卖 怎么去选股 什么时候该采取顺势操作 什么时候该采取反市场操作 顺势操作怎么操作 反市场操作怎么操作 怎么去确认那个转折的 出手的时机 这个限农老师在实战翻例当中 都会跟大家探讨 那今天会员专属的实战教学 就是要教大家 怎么样利用实战翻例 这个看懂当天的盘市结构 决定先买或先卖 怎么样去选择该出手的一个个股 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挑到神盾 怎么样确认那个转折的出手时机 为什么神盾要在那个价位来做卖出 这个想学的会员朋友提醒大家 今天最新的会员专属实战教学 都已经帮大家准备好 那这些东西再强调一次 不是为赚会员朋友的钱 没有额外跟会员朋友收钱的 我只是希望会员朋友学会这些之后 不但跟着限农老师 能够掌握到赚钱机会 有朝一日都能够利用这些 看盘的一个技巧 自己找到更多的股票来做操作 自己能够赚的比限农老师还更多 就是限农老师最大的心愿了 那如果还不是会员的 或是想收看的会员朋友 都欢迎来跟我们来做联络 那接下来的行情 简单再提醒 其实当大盘从11097 我说过高档已经出现了一些 转弱讯号出现之后 连三周出现击杀800点下来 那上礼拜四5月24号 有没有跟大家提醒过 当观察到台积电跟台币 在上礼拜五都暂时只跌直稳之后 我说台股短线 这已经有反弹机会了 所以前两天大盘反弹没什么力 反弹没什么力 今天这地方美股重挫 还是给他用力的弹了一下 涨个81点 那但是能不能够这样一路往上呢 当然昨天也跟大家谈到过 接下来领头羊会是谁 红海 大盘如果从半年线反弹 红海渴望成为领头羊 所以今天指数为什么会拉 你看不就红海股价开个平附近 拉高上去 今天收盘涨了1块2 带着大盘指数 这样拉升上来 所以这个部分目前大盘走势 都符合县荣老师的技术分析规划 跟预测 那只是因为谈上来 要去注意两点 第一个 今天大盘的成交量 仍然只有900多亿 换句话说 今天你看到五日均量 1071亿继续下滑 10日均量1114亿 也是继续下滑 而且五日均量 是比10日均量来的小的 换句话说指数虽然在反弹 但量的趋势 目前来看还是偏弱 所以接下来行情 如果要比较大的一个 强力的一个反弹攻势 第一个多方攻击量要出来 至少要有1100亿 那第二个 也就是我们在前两天提到 最重要的一档股票 台积电 这里能不能够收复 未来月线跟季线 现在出现个死亡交叉的走势 反弹上去 我说过这里也是会弹 但弹上去如果过不去 未来还会再跌一波 那除非台积电能够沾上月线 突破这个季线 这个才有机会正式反攻 不然大盘 我看这地方如果攻击量出不来 那反弹上去一样 月线季线也会碰到压力 到时候大盘 还是有可能再拉回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我不会建议投资朋友 这里贸然的进去抢 因为毕竟反弹 这里操作难度会非常的高 所以目前最好的操作策略 仍然是我所说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如果你这里去买波段 结果一个反弹结束 你还不早就要跑 到时候又套在手上一堆股票 不就又受伤了吗 可是我们采取快打当冲的方式 盘中赚了就走 盘后有赚没赚都保持空手 这样子让你用最小风险 又能够稳扎稳打 发挥巨沙成塔效果 轻轻松松操作 还能够持续累积财富 所以我说这才是这个阶段 最好的操作策略跟赚钱方法 快打当冲作战 当然很多人说 可是当冲要花很多时间看盘 没时间怎么办 甚至有些人看了半天 结果追高杀低 一样白忙一场 甚至都在赔钱怎么办 所以我们知道 你需要现龙老师的帮忙 所以现龙老师诚心邀请你 来加入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现在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每天按照SOP 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持续来帮会员朋友累积财富 您所要做的只是跟着现龙老师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像今天神盾 有没有早上 哇看到现龙老师建议大家 神盾转弱讯号出来 214到215要先买 你就去挂好单 成交之后股价掉下来了 现龙老师通知大家 210.5附近可以买回来了 就去把它买回来 就这样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就顺利的获利入带了 当然不能保证天天赚钱 可是现龙老师你看到 每天都诚实的跟大家报告 每一笔操作 这个月下来有赚有亏 都有跟他诚实讲 每一笔都跟他讲 对不对 那这个月的战绩 八胜四负五合 累积下来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累积报酬率目前是10.8% 换句话说 如果投资炮 每一档用100万左右 来做操作的话 真的要帮自己加薪个 各时百千万 加薪个六位 这个各时百千万十万 加薪个六位数以上 不是不可能的梦想 那为了要帮助更多投资朋友 也能够利用快打当冲作战 帮自己当个快乐当冲族 多加一份薪水 下个礼拜五月五清端午 我们全面退出 全面55%的一个优惠活动 错过今天将要再等一年 想利用快打当冲作战 帮自己多加一份薪水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休息时间 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五月五庆端午 运达头部高老师 端午节感恩大回馈 今天入会只要五五折 只要五五折 机关难得尽情把握 踩踩键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好看 弄得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头部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部APP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 运达头部 接评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传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下群最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那最近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 询问献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的时候 都说很认同 现在这个盘势 真的要用快打当冲 才能够这地方成为 最好的一个赚钱方法 可是又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献荣老师 会不会跟其他投资老师一样 又骗的 我知道有这个担心 一定可能在所难免 因为你可能都参加过 其他投资老师 电视上都每天说自己大获全胜 天天都在赚钱 你因此相信了 跑去加入之后 发现到被骗了 怎么骗 有些老师 可能股票每天喊个三到五档 各种会员加起来 一个月喊了几十档 一个月几十档 总有一两档在赚 每天就拿那个赚钱的那两档来讲 其他套牢的一坑子都没说 这样能帮你赚钱吗 不行 有些老师 这地方可能一档股票 或是这一波下来 大盘从一万一 天天叫大家拉回找买点 天天叫大家买 结果呢 终于今天反弹了 就跟你讲 你看这个昨天低点买的赚了多少 之前套牢高档套牢的一箩筐都没在说 这样能够帮你赚钱吗 当然也不行 当然有些老师最近也教大家做当冲 但是都给了一档股票说 这档短线当冲也可以 波段也不错 听起来很好 结果都是赚的钱的时候 叫你赶快冲掉 赔钱呢 却叫你凹单 这却叫你做波段 其实就是叫你凹单嘛 结果反而这样子赚都赚了一点 赔钱就凹单 反而害你赔了大钱 那甚至更多老师 这个地方把货员分成了N组 每一组股票都不一样 所以常常在电视上每天都说 哪一档股票又大获全胜了 结果永远不是你参加的那一组 我知道你可能都参加过这样的老师 到最后被骗了 所以心寒 可是我说你绝对可以放心 现龙老师这么多年来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绝不与主力挂钩 我只求缘分到了的时候 认同现龙老师的投资朋友 来找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所以现龙老师不能保证你天天赚钱 可是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保证一 当冲股 绝对当天带你进 当天带你出 不会爱叫你凹单 不会害你赔大钱 保证二 当冲的股票 每天最多最多就给你两档 不会给你一堆股票让你自己去设飞标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只要是收到快打当冲的股票 绝对都是相同股票 绝对不会说这地方 每一组会员每一组股票都不一样 最重要第四个保证 如果节目当中秀的快打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为什么 就是要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过去之绩效不能代表未来之获利 但如果过去之绩效都不敢诚实的跟大家报告 怎么可能在未来带你赚钱呢 对不对 所以县荣老师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只求缘分到了的时候 认同县荣老师的 欢迎大家一起来找我们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那接下来行情我还是要强调 大盘虽然短线上有反弹机会 但中长期转空危机仍未化解 反弹如果这个地方 没有正式的一个这个 转强讯号出现 随时拉回之后 反弹过后还是有可能再跌一波 所以波段部位不急的出手 目前快打当冲作战 仍然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稳扎稳打来累积财富 那当然县荣老师再强调 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内容是这样 每天早上会给你最多最多两档股票 做快打当冲建议 那今天只有一档 那平常最多也就两档 那清楚的告诉你要先买还是要先卖 进场价位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都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没时间看盘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会用简讯通知你 有需要做调整 随时也会跟你这个通知 重点是当天带你进 绝对当天带你出 绝对不凹单 绝对不害你赔大钱 那有攻击机会 我们带你先买 像1月9号 今年我们郁金光 标准的代表作 当天182.5买进 目标192.5达正卖出 顺利的10块钱价查 做个10张 做个6张就是6万块 没有攻击机会我们就先卖后买 今天神盾也是先卖后买 就这样跟着我们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这个月累计绩效已经来到10% 帮自己加薪个6位数 不是不可能梦想 想跟着我们一起来执行 快打当冲作战的 提醒大家下个月端午节 下个礼拜端午节 好好把握这次全面55%的优惠活动 指名加入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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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